好了 看到高雄骑山天后宫 举办48年一度的建教活动 从24号开始1.9天 市场呢 也禁受昏食 但是却有一群这批发的渔商 照常载于营业还差点上演了 前五行先听众矿人 新闻记者黄飞 好 主播高雄骑山的天后宫 从24号起举办 回48年的建教活动 而建教9天期间的庙房 是要求附近的民众都要入宿 市场呢 也寄卖昏食 但是骑山市场 这些批发渔商呢 却是照常一夜 也是照常的宰杀鲜鱼哦 而妙方呢 在上午开了 30多名穿着股市官服 建教服装的人员呢 包围了店家 要求这个店家 不准在宰杀还有贩售鲜鱼哦 而双方呢 一度一言不合呢 上演了全五行 于是表现呢 他之前根本没有接到通知呢 就被围电 他感到非常的不满 而且呢 这9天停止营业的期间 受到的补助呢 也只有肉品市场才有 也就是说这9天 不能载于卖于所得损失呢 他都要自行负责哦 而妙方人员表示 是因为附近有信众去反映 他在宰杀鱼才去劝说 但其实妙方人员并没有强制力 只能通过这个道德 劝说来要求业者 在建教的期间配合 但是呢 业者跟妙方人员 因为宰杀鲜鱼 而且乳宿的问题杠上呢 也让人产生不好的观感 以上就像情况 镜头交换给董北主播 好的 谢佩如看到高雄 秦山的天后宫 举行了建教活动 而现场呢 是禁受婚食 但是有余伤在于一夜 因此差一点引爆了口角 去那边的缴演员 谢谢大家